两年一度的国际车展在德国法兰克福登场 各种设计新颖功能独特的轿车都在这里抢先亮相 不过在环保和科技当道的年代 电动车以及无人驾驶车最受到瞩目 科技业巨波福士伟跟励志要摆脱废弃造假丑闻 总裁今年夸下海口要砸下重资超过20亿欧元 相等于100亿令吉 要在2025年之前推出80款新的电动车 挑战特斯拉在电动和自动汽车领域的先驱地位 全球最大商用车制造商戴姆勒也不让福士伟跟专美 同样宣布要砸下百亿欧元开发电动车 宝马汽车也不落人后 该公司在今年车展上所展出的全都是电动车 例如主打城市用的i3和运动型的i8就是亮点之一 不过该公司坦诚要发展电动车 充电站是主要问题 除了电动车 自动驾驶车也是汽车工业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 奥迪推出的最新车款iCon就号称是未来自动电动车的主流概念 因为它搭载了人工智慧 车内没有驾驶盘也没有脚踏板 充电一次就能行驶700公里 仿佛就像是从科幻电影走出来的概念车 奥迪公司说iCon对环境非常友善 车内的人不需要驾驶 途中还可以进行视讯会议或看电视打发时间呢 奥迪公司另外也推出这款自动驾驶车Elean 充电一次能行驶500公里 号称智慧程度达到四级领先业界 尽管积极开发电动车市场 但有车商坦诚 目前不会放弃开发柴油引擎 也因此车展外有环保人士拿出道具 模拟传统汽车排放废弃的情况 他们批评汽车业者没有积极研发电动车 让各界环保的努力迟迟无法取得成效 NTV7综合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